既恭活佛词讯、乐观与悲观 乐观者凡事都是美好的悲观者 凡事都是烦恼的 徒儿,为什么要做后悔的事呢? 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立定志向 把毛病脾气通通改掉不困难吗? 有力气去跟人家争吵 就要有勇气让自己改变呀 跟人家吵架的时候是不是很大声? 也很理直气壮 有时候没有道理 也讲得很大声 那么的有力气 要把这种力气转化成勇气 对付自己的毛病脾气 徒儿,要常常感恩饮水思源 在家里感谢父母 感谢先生太太 感谢兄弟姐妹出外感谢老板 感谢员工感谢同事 在道场感谢前 嫌感谢后学 感谢每一位同修 没有缘不会聚在一起你这辈子 这门功课没有过关 做得不圆满 下辈子带着这种习气 受苦受累的还是你自己 乐观不是富有人的专利 悲观也不是贫穷人的写照 乐观的人帮助他人乐观的人明白 他所要做的是什么遇到挫折 更能够用乐观的心去面对 所以要成为乐观的人 还是悲观的人 由自己选择 乐观悲观皆向由心生 乐观者凡事都是美好的 悲观者凡事都是烦恼的 感谢观看